字幕提供 Hello,Eva,你好 娜姐,你是一個時尚達人 而且現在又帶著嬰兒 其實有什麼提示 可以讓準媽媽一樣穿得你那麼風格呢? 我想大家大肚的時候 也會很介意 擔心自己會不會穿出來太健碩 或者是怕別人看不到你的肚子 然後就會想盡量多展示肚子 讓大家知道 坐地鐵的時候就沒有撞到你的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我其實也會選擇一些鬆身的娃娃裙 因為我覺得對於肚子和腰的壓力不是很大 或者穿低腰 例如我今天穿低腰褲也很舒服 剛好就會在肚子下面 事上得來又可以舒服 這件事很重要 但我覺得媽媽是最重要是自己 感覺舒服 剛才我知道你早前生日 就知道生日派對的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很開心 因為自己生日 其實也不是打算做派對的 但剛好是因為今年大肚子 有個嬰兒就打算揭曉一下性別 因為身邊很多朋友都在猜 每次看到他們 大家都會看著你的樣子 然後說你的鼻子是否大了 或者你的肚子是軟一點 知道嗎? 那我猜男生和女生 那我就說既然大家這麼有興趣 不如我做一個派對給大家猜 然後就很開心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 都猜對了 但我老闆也猜錯了 因為她覺得我 這一胎情緒 很大起大落 那她就會覺得 你這麼情緒化一定是多女孩子 然後就說 噢不是呀 這一胎也是兒子來的 今胎跟上一胎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我覺得到了中期這段時間 都跟上一次差不多 反而是前期是幾不同的 因為今次是辛苦很多 我覺得 就是所有的反應 跟著我自己人的狀態 都不是那麼好 頭四個月左右都是很差的 那時候都有朋友說 你這麼大的分別 可能是不同性別的 但其實又不是的 我想可能每一胎身體的反應都很不同 然後我看到九雲偉也有留言 她就說你猜中了是兒子 叫你下一個要追女 不是啊她猜錯了 你猜錯了嗎? 是啊 因為Christine她猜是女 她說她一開始就一直說猜是女 誰知道生了 誰知道今次是兒子 她就問我會不會再追 我說我不想 我說先先休息 因為兩個人可能已經很辛苦了 不會再想著 可能假一段時間又會再OK 你之後再問我吧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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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